今天小室就来到华锡的SANFONE 6的发布会 有看过外电或者其他手机网站的报道都知道 它最强的一定是一个镜头 镜头会摔来摔去的 就像这个玩法 喂 只是它这个星期的仪式都已经够棘贵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SANFONE 6的一个外观 首先是一个6.4吋的Full HD屏幕 用了这个康宁第六代强化玻璃 最正是它没有打孔机 也没有眼睛 没有流海 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可以做到92%的屏占比 亦都可以做到100% DC IPv 亮度达到600Lit 看到真的非常简洁的一个屏幕 另外这个左手边 看到有一颗按针 这颗按针是什么呢 这颗按针就是Google的Fast Key 应该是Google Assistant之用的 另外这两个就是大小声的Wallium 接着这个就是Power键 机底方面 就会有一个喇叭 另外一个Type-C的插座 另外亦都保留了3.5的耳机插 另外一边就是一个插槽 这部SANFONE 6有个好处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双SIM卡的一个手机 而它是可以插完SD之后 亦都可以插两张SIM卡的 这个非常之不错的 不过它是比一般的iPhone的针 其实是长的 所以它一定要用它自己的针 去插才行的 另外机背那边就会看到 一个很大的华设的logo 之后有一个指纹解锁位 另外就是它一对的摄影镜头 这个主要的小型镜头 其实因为会反弱 所以它每天整部机只有两只镜头 整部机就是这么简洁的 Feed Planner 有一个很聪明的功能 当它遇到高空跌下来 或者有撞击的时候 它会自己收起镜头 令到那个镜头的损害减到最低 都挺聪明的 因为它是全屏幕的设计 所以如果要拍照的时候 要自拍又怎样做呢 其实一按自拍位 它就会把镜头伏一声彈出来 非常之正 其实它的角度可以自己任意调教 你喜欢怎样的角度都可以 只要拉那个按钮 它后面就会拍到整个180度的画面 现在这个就是自拍位 我现在拉过去那边 其实就已经看到我面前有些什么 唯独是它转弯中间 有一个位置 其实它会比较慢一点点 这个是差点 但是呢 太过瘾了 这部呢 就是一个模仪了 我在这个巴黎铁塔对岸 拍摄整支巴黎铁塔的样子 给大家试一试 这个镜头的威力 只需要选择全景拍摄之后 再按一按 它就会将镜头慢慢做一次的全景拍摄 真的非常之有型 那整张照片就全拍摄了 整张照片就全拍摄了 给大家拍摄了一个好玩的感觉 而且呢 其实它这样的镜头的玩法 反而就可以令到大家 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可以更加多的创意 而且可以更加简单地 拍到一些全景的相片 或者是影片 而它的价钱呢 竟然呢 最低可以去到4998 6GB 128GB 的储存 和8GB RAM 256GB 的储存 都是5798 基本上呢 这个价钱来说 其实都非常之容易入手 尤其是现在 手机动不动过慢来说 这部相对叫 抵食夹大件 亦都非常之好玩 如果大家近期都想换机的话 就不如去试一试 它究竟合不合你心水 好了 今天这个发布会 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 请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下一个小时 我们就会有好东西给你们看的了